字幕 Thanks for watching 大家好,我是Cathy 來到台北的貓胸纜車 也算輕鬆 去馬空纜車 然後去動物園站 其實他們是同一個站出的 你接運站文湖線的最後一個站 動物園站就可以來到這個景點了 我現在就去排隊買票 好 我們剛剛買了單程票 一位是120元台幣回程的時候要再買 我看到他們說優遊卡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拍卡上去 因為優遊卡不夠錢 所以就沒事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試試用優遊卡 直接付錢也很方便 剛才坐了貓胸纜車 大概20分鐘鬆一點 就來到貓胸站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來過一次 但印象實在太模糊了 今天來到阿阿珠有一點記憶 我們到處逛逛逛逛 好 我們開始我們的旅程 Let's go 首先第一站是伊肚 叫了這個烤香腸 有很香的燒烤味 加上醬料也很好吃 當時就是這家貓胸美食賣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原來貓胸纜車這邊 也有很多咖啡店 還有種茶的地方 我們走下去 然後看下什麼東西 走進去吃 我們剛剛看到一間咖啡店 叫作貓胸間咖啡店 XD 後來發現這裡好像沒有貓 不過我不要緊 我們 我們就坐下點了兩壺飲品和鬆餅甜品 你沒聽錯 它是兩壺飲品 這個是桂圓紅棗茶 這個是八爵奶茶 這麼大壺 你可以慢慢坐下喝 我們就好好享受一下我們的茶 剛剛的Pancake也來了 一共有四塊 再加一杯Cream 再加一個蜂蜜 它是正常發揮 鬆餅也算挺好吃的 當然你來吃這些 不是吃它的食物 是吃它的景色 我們這裏是470台幣 大概100多港幣 其實在香港基本上沒可能做到 因為香港的東西真的比較貴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 但這裏真的很輕鬆 你可以慢慢坐 慢慢看都可以 大家有興趣來貓胸纜車 都可以建議逛下的步道 不求發掘一間你喜歡的cafe 去吃吃吃吃吃 好了 我要慢慢繼續享受 去完這個貓胸纜車之後 第二站來到旁邊的一個台北市動物園 入場費用每位成人就是60元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那張郵遊卡 也進去就可以了 免得賺錢這麼麻煩 現在就跟我一起進去看看 這個動物園有什麼看 這張是動物園的地圖 分為多個區域 溫大動物區 可以欣賞到企鵝兩棲類爬蟲動物 非洲動物區 澳洲動物區 熱帶雨林動物區 還有兒童動物區 和台灣動物區 介紹完畢 是時候開始今天的行程 第一站來到熱帶雨林區 又名為川山甲館 樓高24公尺 空間感非常充足 以亞馬遜河流域為設計主題 融合水域、樹林、樹冠層的設計 使游客有沉浸式的體驗 以不同感官體驗熱帶雨林環境 這棟房新建築 更同時結合生物多樣性 節能減碳的設計 從而獲得黃金級綠結中的認證 我們也有機會近距離觀賞到雀鳥 不過真的不知道這隻是什麼雀鳥 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下站來到快樂雞莊 即是隔了一塊玻璃 但可以近距離看到雞隻 以前的雞是隔仔籠生產雞蛋 其實沒有活動空間 不太人道 對牠們的腳也不太好 所以現在雞不需要混在一個地方生蛋 牠們可以自由地選擇一個安全的地方生蛋 當然這些蛋的價錢會貴很多 吃好住好 作為人類的我都很羨慕 下一個看的動物是狐蒙 牠們主要在非洲西南部乾旱的大草原 或灌木蟲生活 狐蒙的警覺性非常高 會輪流做哨兵 一眼觀測 偵測遠處的天敵 或是侵略者 有危險的時候 會馬上呼籲大家戒備 或撤離到洞裡 所以 經常會看到牠們這樣站在那裡 或是站在高處 可以大範圍地觀察環境 但也有機會讓我們看到 沒什麼境界性的狐蒙 去旁邊玩 然後很快地發現我們 所以待會就走開了 其實四年前 我都出過一段影片 介紹奧哈蘭動物園的狐蒙 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重溫 下一個看的就是馬來莫 牠們最明顯的特徵 就是黑白雙間的身軀 有很長的鼻 因此牠們的臭角相當敏銳 可以用作偵測食物 危險 主要是盡吃樹葉 水果、草和水生植物 想不到可以在動物園見到駱駝 我似乎是第一次見到的 這款屬於雙鋒駝 主要分佈在中國西北部 蒙古地區的歌壁沙漠 牠們的駝駝 原來不是儲存水分 而是脂肪 在食物充足時 駱駝會攝取足夠的卡路里 儲存牠們的駝駝 因此牠們可以長達四至五個月 都不吃東西 我們也有機會見到長頸鹿 見到牠們爭食的葉 真的覺得很可愛 最後來到企鵝館 首先會見到皇帝企鵝 最明顯的特徵是頭部位置有鮮黃色的毛 牠們主要分佈在南極洲 以甲殼類動物為主食 旁邊會介紹企鵝的活動模式 包括蜜食、繁殖、生榮洲企 旁邊都可以見到黑腳企鵝 牠們唯一分佈在非洲企鵝 主要以羽類為食物 今集的貓胸艦車加台北市動物園 不知你們喜歡這段影片 下支影片見 拜拜